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假公聽 给我正听证 这个土地征收条例 施行细则第十条第五款 根据前两款所规定为 前场公听会记录之公告 及书面通知 与对应前场公听会 所有土地权人及厉害关系人 陈述意见之回应及处理 应于举行后场公听会 之前为之 也就是说在今天办 在办今天这场公民会之前 他就应该要 有确实的会议记录 以及针对老百姓的问题 要有确实的回答 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做到 不要忘记 这是法律的刚性的规定 他总算要符合一个形式 也跟应该要符合这些规定 所以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政府 这些官员 完完全全就只是要跑程序而已 那根据土地征收条例 我们政府他只要举办两场公听会 然后呢 他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个程序 也就是协议架构 跟强制土地征收 送到内政部的顺畅 所以今天的公听会 一开过之后呢 这个政府呢 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意愿 来跟我们这些老百姓们 讨论所谓的土地征收的必要性这件事情 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其实要求的并不多 我们只不过希望能够跟政府 有一个理性对话的一个空间 能够把问题讲清楚 但是在前面几次的公听会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他们不是去应故事 随便编一个理由给你 他不给你任何的说明证据之类的 他就是随便可以塞一个理由给你 不然的话 像是这一次东区的公听会 其实还有更夸张的 在5月18号开第一次公听会的时候 老百姓问了很多问题 竟然在会计录里面直接被删掉 也是说会计录根本就没有出现那些问题 那为了弥补这样子一个缺失 这个主席呢 他说那我们就来办四场 东区的公听会 对那事实上呢 你如果看他们所发布的会议记录呢 他连这件事情也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他们看起来还是坚持 只有办两场 至于公听会上面讲的那些话 全部都是屁话 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非常明显的 他的会议记录呢 是造假的 造假的会议记录 现在前章正在立法院准备抢闯官 但是看看台南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南铁东一案 这样子粗暴 浮衍式的程序 就完完全全证实了 林全院长刚才所讲的 不会扶烂征收 会严格审查这件事情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谎话 接下去我们相信可能就是 这个运动会往更 更无奈 甚至更激进的方法去走 土地争议 坚持争议 政府安全 抗争议 土地征收是基本人权的课题 而不是金钱补偿的课题 我们这个政府长期以来都故意扭曲 把土地征收把它转变 变成只是金钱的补偿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跟国外民主现任国家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我要跟各位讲 我们已经解研30年 应该回复到宪法 宪法第15条 明文就跟我们讲 生存权 工作权 财产权 应与保障 什么是财产权 财产权绝对不是只是金钱 财产权 大法官跟我们讲 财产权是生存权 人格权 更是人性的尊严 土地征收 如果没有经过严谨的正当行政程序 这是政府的滥权 没有经过严格的审判 就剥夺他们的身份权 剥夺他们的生命权 如同就是盼 站在我背后的这些善良老百姓 他们的实行 其实台湾有一种严重被忽略的实行 而这个严重被忽略的实行 其实就叫做土地征收 我们用非常粗糙的行政的一个程序 我们用过往威权体制 我们随意地就剥夺了社会的弱势 跟善良老百姓 他们基本的生存权跟生命权 其实现在赖清德市长 交通部铁公主 他们在做的 就是要盼 站在我后面的这一批善良老百姓 他们的死刑 我们其实没有脱离过往 威权的一个同事 而民进党政府 竟然在这个民主的一个胜地 台南市 他继续应用国民党威权体制 继续应用这一套 严重剥削人权 侵害人民在宪法上 所保障权利的这样一个体制 依旧不断地在压迫 在剥削这些善良老百姓 我也将要宣示 等一下到里面开会的时候 如果他们不回答 不承诺 把今天的这个会议 取消改成说明会的话 那我们绝对散布 不散罢甘休 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会议开始进行 因为这个会议 根本就完全违反法令 这是一个违法的会议 我们如果今天放任了这个会议 事实上我们就纵容这个体制 继续去侵害台湾各地被土地 服务专售的老百姓 被强制重划的这些老百姓 对吧 牧手 带眼人 毫个人 佈微疙 个人 带眼我 导师 带眼 canvas 我 这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